亲大家一口 给大家带来个福利 你自己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南尔 这两天 阿萨克风情园园区里边来了一个小驼高 听说他的就是 有一个地方受伤了 这回我们准备去看一下 小灰灰 我把小灰灰和闪电也拉过来了 看这就是我的小灰灰 小宝贝 快点看一下你 自从把它删掉以后 它就乖乖的了 哪都不跑了 它完全已经好了 闪电也在这 看这个就是咱们的园区 然后这两天我就忙着在这里 经营这里 好忙好忙 我们准备去看一下那个驼高好一点了没有 等一下我 我从这里过去啊 小的时候还可以从这么小的 这个铁丝网里边钻过去看一看 打的时候能不能钻进去 哇 哇 我已经出来了 我从这么小的这个铁丝网里边钻出来了 这我们去看一下骆驼 它们的毛都已经脱光了是吧 小铁丝网里边钻进去 小宝贝 看你 这个小铁糕的这个 这里受伤了 好 我们这会就来看一下 小铁丝网屁屁这里受伤了 哇 这个景真的好美哦 这么好呀 怎么这么好 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 就是马的方向盘 它是在这里面放一个铁 后就可以控制它的方向 过头的是如何控制它的方向呢 就是从它的那个鼻子里边穿一个木头 在木头的边上绑一个绳子 然后往左就可以往左拐 往右就可以往右拐 那个就是它的方向盘 是不是 你的鼻子是不是还没有穿 看这会儿它就让这个 骆驼这样子握下以后 握下以后人就可以骑 乖乖的 这个就是被驯好的 大家看到这个骆驼的鼻子了吗 就是穿了一个这样的木头 去控制它的方向 看 偷偷 起来 这会儿它就起来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 我会介绍一下 吃饭的 吃饭的 可以